我知道说过去我们司法法治委员会 在进入逐条之前习惯性的先把 所有的行政院或者是相关的提案并案 先把它宣读完毕之后 然后再由各个委员他在针对他想要修正的 修正条文或意见呢 用提案的方式呢先把它提出来 然后一并的宣读完毕 那本期事实上因为认为啦 就是事实上我们在修正条文 尤其是组织法 事实上非常的绵密细致繁复 那有时候每一条组织小所对应的其他的法条 事实上会有可能会有相冲突或旱格的部分 那有时候其实每一条都有各种的考量 例如说本席哦 刚刚有提到的关于国家发展委员会的组织法 那本席其实针对族群的部分是修了第十款 可是同样的本委会的林郑二委员 事实上是把它变成是在社会发展 跟其他教育文化的部分去处理 那我会认为说如果有可能的话 我们至少是逐条逐条的部分去讨论的话 事实上我会觉得会比较清楚 也不要也不会突然讲到一半 又有人穿到说可能是第五条 那又会讲到一半有人明明 我们在讨论国家发展委员会组织法 可是突然又有人在讨论是档案的管理法 档案档案局的组织管理法 那我会觉得这样子跳跃式的协商讨论 其实是比较不好 而且其实逐条我们每个委员 还可以再有可能针对充分式的发言 可以记录啦 那也是以示我们司法法治委员会的 一个负责任的态度 还有我们有考虑考量到的部分 那当然今天因为非常感谢这个主席 就是我们吕委员 他今天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应该说这两天非常的辛苦 排了这么多的组织法 那我们今天也尊重这个 今天我们招委的整个会议的进行方式 那本席只是在此是建议说 有可能的话 其实将来有机会 我认为逐条的去讨论 去提修正动议 其实也是一种非常好 然后又比较清楚的方法 谢谢 以上 谢谢 那我们现在就是休息 好